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正常發揮頻道召集義勇軍 一起加入 時常發揮的支持力量 正常發揮的最佳觀眾 如常發揮的忠實粉絲 超常發揮的鐵桿盟友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一起召集親吻好友加入 成為正常發揮各級堅強的鐵桿盟友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 不會被消息 哲倫斯基呢 他們當然剛剛賴老師也講過 他最擅長的就是做這些宣傳影片 所以他展現他 非常強大的影片製作能力 這是他們做的還是別人做的 還是從哪邊 他們自己做的 分享過來的 他們自己做的 他們也承認是自己做的 還真的自己做的 對啊 那 我覺得這個讓我可以想像到 萬一有一天台海真的發生戰事 這大概也就是民進黨政府能做的事 大概就差不多就是這樣 因為我也想不出來他能夠做什麼別的事 大概就差不多是這樣 那問題是 今天我當然知道 責倫斯基一直想要把整個北約 拉進這場戰爭當中 因為這樣他才會有勝算 可是我覺得 責倫斯基一直忽略了一點就是 北約其實從來沒有真的考慮讓你加入 對 那個都是美國在那邊塞人 才會出現這樣的一個狀況 對 人家北約根本就沒有打算要讓你加入 那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你一直不斷的要拉北約進入這場戰爭 其實特別你還演了這一齣 弄了這樣一個影片說巴黎被轟炸 你不覺得其實北約的人開始會越來越對你反感嗎 嗯 因為我不想加入這場戰爭 我已經出錢我已經出力 我還收入你的難民 結果你非要我參戰不可 其實那個越這樣搞 其實越來越多人會很賭藍 嗯 我講實在話 對 所以我覺得他差不多差不多 他自己要有斬折 差不多可以了 對 別讓他弄了 你在這樣 我相信很多法國人 特別巴黎市民看到這個應該會蠻反感 對 就好像如果他今天弄一段影片是來轟炸101的 你覺得台灣人會覺得很高興嗎 但民進黨會很高興 啊你看周倫斯基好關心台灣喔 關心台灣然後演一個 台灣被轟炸的樣子給你看 你看他特別警告台灣 所以我是不太理解這種 這種思維是什麼 什麼毛病 我是覺得他這樣弄喔 其實北約是恐怕會更不想主動積極的幫你 那當然北約的演習還是會持續進行 但那個演習不是給哲倫斯基看 不是告訴哲倫斯基說我會挺你 不是的一直都不是這樣 那個演習是告訴俄羅斯說 我最大忍受限度就是你在烏克蘭這邊亂搞 但你不要搞到我 你踏出烏克蘭一步就是與北約為敵 對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你在烏克蘭境內我就不管你 就是這樣的意思 那只是他也要防範 因為他怕二軍會打過頭 如果一路打到波蘭這邊 因為萬一他真的打到波蘭這邊 北約對成員國是有承諾的 必須要出兵喔 你如果不做反應的話 北約大概就瓦解掉了 而且大家全部都臉上無光 所以他也必須要一而再而三的 就是提醒俄羅斯你不要越過這條界線 那至於說這三個總理 今天到底會不會前往基伏火車站 因為昨天才有消息 也是西方媒體傳的消息 說基伏火車站正在被轟炸 那他要搭火車搭到 我不知道他搭到哪一個 被轟炸的火車站 不曉得 可能沒有鐵軌用走的 不曉得 然後本來這三個總理 波蘭總理 斯洛維尼亞總理 捷克總理 三個人是說 說是說他們有獲得歐盟授權 那代表整個歐盟在挺這件事喔 就歐盟 剛剛一個小時之前聯合報的消息 說歐盟否認這件事 說他們沒有獲得授權 他們自己去死活跟我無關 所以他們三個到底有沒有去 去到哪裡 恐怕是一個問題 那如果這三個總理真的進到基伏 那當然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因為俄羅斯恐怕也要注意 萬一你不小心把這三個總理炸 哇 那事情大條了 因為這三個總理 波蘭總理是 他們是北約的 波蘭 捷克 斯洛維尼亞 這些是北約的成員國 那你把他們三個轟了 那就是跟北約宣戰 等同跟北約開戰 不是 兵哥 我對不起 我當然要自己打一下我自己的臉 不是說被包圍了 不是說距離基伏 4.8公里 5公里 不是 我是很納悶 空投進去嗎 火車還開得到基伏嗎 我是很懷疑 是啊 對不起我打自己的臉 但我是覺得這個消息蠻奇怪的 所以這個還有待觀察 那當然他們如果能夠進去的話 在我的看來是表示 俄羅斯願意讓他進去 這有可能喔 那如果的話 王定宇的講法是說 如果他們三個進去就是 烏克蘭的重大勝利 我倒不會覺得是什麼重大勝利 但是表示俄羅斯 因為在目前為止來看 俄羅斯在基伏這邊 他打的並沒有很用力 所以我一直覺得 俄羅斯是不想破壞整個基伏 當然 他應該是想要用壓力 逼著哲倫斯基屈服 那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如果又有這三個總理真的要來 我不認為俄羅斯會想要攻擊他們 因為攻擊他們只會把 可是讓他們來意義也不大 來幹嘛呢 這三個體驗也是來打氣而已 還能幹嘛 對啊 不然能幹嘛 所以當然因為目前 這個我們的中央社是有報 但是其他外國的媒體 並沒有很多的篇幅在報 我們中央社 民進黨官媒超越全世界 所以我就搞不太清楚 所以這個還要等看 事態進一步發展 我不太確定到底是這樣 還是他們其實不是到基伏 只是到烏克蘭境內 那不一樣差很多 那個意義上就差很遠 所以我還要再觀察整個 但我不確定 因為外媒很多 我還沒有完全收集到 所以我不敢說 情況到底一定是怎麼樣 但這個消息本身 是有點奇怪的消息 在這個時候進入基伏 那就表示大家都進得去囉 第一個問題是 你怎麼進去的 是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蠻令人懷疑的 那我是覺得 責倫斯基一直想要把北約拉進來 一直要求北約在那邊設進行區 我們已經之前討論過兩個禮拜 這是根本不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要設早就設了啦 因為如果北約想要跟俄羅斯宣戰 他早就宣戰了 對 何必等到現在 對不對 所以 北約就是不想跟俄羅斯宣戰 剛剛蠻爾斯也講得很透徹 因為你要來弄 俄羅斯不可能用船武跟你打的 當然 他就是用核子武器 那就是用核子武器 我跟你講大家不要以為 核子武器 假設核子的案件發生 是北約 美國跟俄羅斯互轟 絕對不是這樣 恐怕是全地球跟著一起完蛋 金正恩都參與咖我跟你講 大家都要設 因為你想想看嘛 我如果只摧毀我的敵人 那沒有被摧毀的那個國家 未來就會變很大 對喔 不得了 打個需要料他最大 所以其實很多人預測就是 如果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 就算沒有參戰的國家也會被轟 對 要不然你打殘 因為實際上 就是根據前兩天媒體不是也有 說什麼 45分鐘之內有9000萬人會 受到核子會犧牲罰 有一個分析 抱歉那只是針對全世界 就是雙方的前幾十個城市 這樣攻擊喔 那接下來 因為雙方的核彈都還沒用完 還多的咧 因為這樣子雙方只打了 大概1500發左右 那俄羅斯差不多還有5000發左右 差不多啊 美國大概也有4000多發 那還可以用力打 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戰一旦爆發 就是大家一起抱著 抱著回到實際時代 然後大概等著完蛋 就是這樣 所以不要幸災樂禍 覺得他們在攻他們 沒有這種事 大家都要跟著 更不要講說會有核子冬天 輻射線 其他相關的問題 所以這絕對不是開玩笑 我不認為普丁是狂人 會狂到想要動用核武 我不認為 我也不認為拜登跟北約 會傻到做這件事情 可是我總覺得 像我剛剛問賴老師的 我總覺得他們一直在逼 他們沒有絲毫的讓步 或者是稍微改變態度 他就一直想把普丁逼到牆角 然後把普丁的頭壓進馬桶裡面 這種感覺 今天華春瑩其實就是在提醒你 其實他不只是提醒 美國說你不要把一個核武大國逼到牆角 實際上他也在警告 你不要忘了中國也是核武大國 所以你也不要逼我 你逼我的話 大家到最後就抱在一起 這都律師俱焚真的是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所以華春瑩那個話 是有雙重的意思存在 那可是現在拜登的動向 就很令大家關心 因為我們都知道 誰最不希望這兩戰爭結束 是拜登 是美國 那拜登為什麼要緊急的跑到 北約去 要到歐盟去跟他們開會 其實我個人認為 我個人認為其實 拜登是趕快去安撫 而且去要求歐盟跟北約這些國家 你們一定要做我的後盾 不要先落跑 因為在我看來 你看拜登那個石油 石油的這個限制 一出現之後 北約很多國家已經跟他不同掉了 你看英國也是虛以為疑 那歐盟也是說到2027 德國直接告訴你我沒辦法 日本也告訴你我不考慮 再次不考慮這個東西 為什麼 因為能源這個問題太重要 他們不可能負擔 那你知道拜登是思考了兩個禮拜之後 才決定要石油禁運的 結果現在他的盟友全部不挺他 那這個聯盟很可能會出現瓦解的狀態 所以我認為拜登去 為什麼要急著趕去歐洲 是要趕快去加強他們的信心啊 可能要開始告訴他們說 你們持續這樣頂在這邊 美國會給你什麼後盾 不然的話誰要頂在那 那這些歐洲國家是有蠢到是怎麼樣 北歐就是蠢到拜登給你保證你又相信了 其實講的比剛剛那個一點 北約雖然大家各自有分工 誰負責警戒 誰負責防守 誰負責出路軍 誰負責出海軍 可是最後整個主導者是誰 就是美國嘛 那如果沒有美國的強力Push的話 這些國家早就鳥獸散了 而且不要 大家不要忘記 其實北約這些國家 內部很多彼此之間是世仇 不要忘記 他們之間其實內部關係很複雜 所以如果沒有美國的強力鎮壓的話 這些國家未必會同心的 那更不要說 這是一個可能會面臨到整個國家 人類要滅亡的一個狀況 他們當然會很猶豫要採取很多行動 所以我覺得 拜登現在是要強烈去定在那個地方 可是問題來了 你能夠給予什麼樣的資源 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光是對波蘭來講 我是波蘭總理我現在頭都昏了 請問一下接下來 你們這些國家嘴巴說得很漂亮 到底能夠給我什麼資源 我們昨天就討論過了 難民一大堆 現在難民大概未來至少 因為現在估計最少500萬難民會逃出來 那裡頭最少兩三百萬會跑到波蘭去 那請問一下波蘭要怎麼辦 拿什麼樣 根本不可能波蘭自己經濟狀況不好 那北約這些國家 每一個都是嘴巴說得很漂亮 實際上給的很少的人 英國說我們收多少 20萬 50萬 但是對不起我們一年只發 50本簽證 對啊 一學工廠 收200年收完是不是 連法國都忍不住幹掉啊 你們在故意糊弄我啊 搶身真的是 我們制裁 不要石油 我跟你講英國好歹發了50本護照 美國發了幾本 美國到現在一個難民沒接受過 向來是這樣 是啊 不是就是這樣的嗎 大家都一樣 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各自的利益 所以我雖然 目前看起來某一些狀況 看起來真的有點緊迫 可是我個人認為這些國家會努力遏止核戰爭的爆發 我覺得不至於會走到這一步 來 這個惠恩哥 這個剛誕生廣大膽的推論 那可能推論的話就是說波及到歐洲嘛 那請戴老師指教了 除了911攻擊到美國之外 哪一場戰爭打到美國了 所以不要打歐洲去打美國 不是啦 你剛好顛倒過來啊 歐洲被打美國 反正不是打美國就好了 哦 譴責 我們譴責 我們有一場戰爭在美國打了 那911被打的面子掛不住 他就跑去打伊拉克 伊拉克打不過去打阿富汗 阿富汗也打 把你拔來拔去 覺得你們都是在幫他們 其實這個 看到拜登這個醋樣說 現在你打的 剛剛賴老師講打了 20天 快三個禮拜了 然後拜登出現了 終於 對啦 那你在幹嘛 好 那這個我們看一下這個是 拜登的副手 前幾天跟波蘭總統開機 阿富汗 你是在笑話大 真的是很好笑 記者問的問題很正常 就是說你這個 美國有沒有接收這個烏克蘭的難民 如果烏克蘭的難民 他在美國有親人的話 你可不可以給他政治庇護 笑了十秒 你 賀錦你你是有什麼毛病嗎 你要不要做一下檢查還是什麼 你看美國的總統跟副總統 是這種水平 你還在 這個我覺得剛剛賴老師那個 讓我很 提醒我很多 就是他提到烏克蘭的這個 國安團隊 包括哲倫士忌旁邊的人 我之前在單身廣節目跟他講 我講是一個 類似像這種 那種童話故事 Fairy tale 就是說Win-Win 就是烏克蘭的這個總統 他從來沒從政過 他是一個素人 他是個演員 然後在他的這個戲劇裡面 他演總統 他真的當上總統 我認為這個是神話 一個童話故事 但現在看起來 當然也單身廣上禮拜 給我們更深入的分析說 原來他的這些製作人啊 小編啊什麼的 全部都入閣 變成他的內閣 變成他的國安團隊 心腹 他周邊的人 可是嚇死人啊 那這就真的是完蛋 悲劇 但是 對這種悲劇呢 其實在我們的這個國安會 我想賴老師很清楚 我們國安會在蔡總統的這個水平上 是律師在當秘書長 對差不多 這我不太懂 目前黨廠會的這個主委林峰正 他以前也在國安會 我也不太懂 為什麼國安會擺律師 是要告你又對要打官司 然後民進黨民調中心的主任 陳俊玲已經在那邊待五年多了 國安會要做民調就對了 你乾脆國安會去拍片好了 差不多 我們的國安團隊值得信賴嗎 顧立雄這種人當國安會秘書長 你說國安團隊應該是誰 應該是像楊永明 楊老師這種的 賴老師這一種的 介大使這種的 對國際關係對這種戰略有 你找顧立雄去是要幹什麼 所以他老婆都被騙啊 還被電啊 顧立雄是 他是洪池庸 那是洪仲秋事件的律師啊 我必須說顧立雄你搞垮國民黨 有一套 那你搞垮國民黨的東西 你帶去國安會要幹什麼 繼續搞國民黨 蔡總統的國安隊是什麼樣的水平 來 我們的蔡總統就是這種水平啊 台灣的蘭花叫烏克蘭 這個就是其實 但是我跟他之前玩的 三色豆跟香菜的梗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千萬 我們千萬進不起打 因為我們的國安團隊就是 跟哲人士氣好不到哪去 好大家一個基本的 我們現在人家看一個這種 跟我們相隔這麼遠的 那我們的同業呢 這個我據說是有三組同業去的 對 然後結果去波蘭 打仗是烏克蘭去波蘭幹嘛 可能想要 可能有想辦法要進烏克蘭 人家可能進不去了 對嘛 那他們都在波蘭 波蘭距離基辅800公里 對 如果是我去我一定會 可是我也不曉得 蔡總統管制 我沒有效通 他們非常辛苦 對 那個也是貌生命危險 真的要加油 楊毅是我的好朋友 加油 加油 但是問題是 我們都採訪過 賴老師是專家 你800公里你要怎麼採訪 你要觀察 你要感受什麼 所以他們訪問都是在華山的難民 我們都出去沒有東西的時候 賓淇財跟我們講說 你要連線 我怎麼沒有東西連啊 連個氛圍 好 那就連個氛圍 連個空警就對了 拿報紙 今天報紙頭條講什麼講什麼 大概是這樣 就會變成這樣 所以我們仔細去看 這個泽倫斯基的訴求 當然這個是你要去做的題目 因為他就兩個訴求嘛 第一個要進行區 他要很久了 但是我不太懂 這請賴老師教我 你射進行區 烏克蘭就會贏了嗎 第二個是說 那你射進行區 不然你給我飛機 你給我戰機 那戰鬥機呢 他還不能拿F-35 因為他不會飛 他是拿二字的戰機 那賓哥也講過 我戰機給你知道遙控的嗎 你沒有飛行員啊 那就算你有了飛行員 你也有航管啊 那你機場不是被炸成這樣 沒有雷達戰啊 對啊 那我給你飛機 你飛行員上去 你要飛去哪裡 亂飛 你根本不知道啊 而且連起降的地方 可能都沒有啊 沒錯啊 所以我說真的 你一個要進行區 你一個要戰鬥機 你有沒有搞錯 這個真的能幫助你嗎 如果北約說 你要這兩個 那我給你啊 跟你說你不要再 不要再煩惱了 你要多少就給人家 就到此為止 不是這樣子嘛 所以 但是我的看法上 我很想看看 這個烏克蘭這事情怎麼結束 因為我的看法跟你不談 我不認為會擴大 因為剛剛賓哥講的 沒有說你越要攔潮 我講香港自由派 當時的反送中 他們提出五大訴求 其中一個訴求就是 反送中的條例要廢掉 其實北京跟港府都妥協 就廢了嘛 你每次哭就廢了啊 那剩四個 我不跟你談 這四個我都要 你知道他攔潮啊 他們香港話攔潮 就是同歸於盡 我跟你同歸於盡 我跟你同歸於盡 我跟你拼了 我幹嘛跟你拼 你香港總共七百萬人 八百萬人了不起 我全大陸是十四億人 我跟你同歸於盡 我打個拼去 就不要玩了 我直接國安法下去 你就再見了 就什麼都不用談了 所以剛剛賓哥分析的 沒有錯 你昨天最近你要跟 叫歐洲拉下來 當他同歸於盡 歐洲你打個拼去 我的叉叉咧 我再跟你同歸於盡 你這樣子 昨天最近你走這路 只會讓大家越跟烏克蘭切割 因為你要把我拖下水 我不要理你了嘛 你自己想說 北約的秘書長說 我們會把 這個兩個禮拜前 北約秘書長就想說 我們就算把他控制在那裡了 那你今天看到烏克蘭 所以我剛剛問說 我想看烏克蘭的結局是什麼 然後觀眾朋友 我很抱歉 我希望從烏克蘭的結局 能夠喚醒那些投給蔡總統 那8117萬人 那烏克蘭的情況是什麼 那這樣的話我們想說 那我們今天看烏克蘭的這個事情 我提供個角度給單身廣參考 假設土丁不打呢 就假設這個戰爭沒有發生 就是假設烏克蘭就是加入北約了 他也去加入歐盟了 他都要嘛對不對 然後克里密亞他也要搶回來嘛 然後亞素營繼續去 他們就去俄語化嘛 講俄文的電視台不准播 講俄文的他就取締 亞素營去逼那些親俄的分子什麼的 假設普丁都出不出兵 他在摩斯科這樣看 我的鄰居 跟我的這個斯大夫兄弟 講我俄文的被打成這樣 我都不要動 然後烏克蘭就去加入北約 加入歐盟 克里密亞被他搶回去 那普丁要幹嘛 普丁就下台就好了 對啊 那屬家的喔 我們絕對沒有要去合理化 他出兵的這個事情 那我就說 那如果他不打呢 那他有沒有警告 他有沒有槍聲 你剛剛拉老師講北約東擴 他有沒有抗議 早就抗議 抗議很百事了喔 他都講啊 你們都不理他 沒聽 現在撞我塑膠就對了 那你叫他怎麼辦呢 他醜話都講盡了 那最後你真的是 然後我們加入北約是一場夢 所以觀眾朋友 烏克蘭要加入北約是一場夢 蔡英文他們要搞台獨 是不是有一場夢 也是一場夢 不要被打了 再來跟我講說是一場夢 我們不要 就是你不要學烏克蘭這樣 他已經跟妳講 美國拜登都講說 我不鼓勵台獨的 你們要推台獨嗎 那我這樣講 對台獨要去募款的朋友 我很抱歉啊 商業台獨 政治台獨 選票台獨 我對你們很抱歉 但是你們這一招 此路不通 你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最後結果 你繞了一大圈 很多人命傷亡 在跟我說是一場夢 這種事情我們不要幹 我在耽誤賴老師一下 因為我們接下來看到歐洲 那當然啦 我想這個來賓的推斷 這只是我的擔心 這只是我從這幾個新聞裡面 嗅到 你知道我是一個 對不起你讓我臭屁一下 但是我經過很紮實的新聞訓練 你知道有些就是那種 跑個幾年就跑一張主播了 然後就幹嘛幹嘛了 那我認為我自己是經過很紮實的新聞訓練 所以我會從很多新聞裡面去找線索 去看有沒有蛛絲馬跡 是不是代表未來可能發生什麼的一些 預兆或是徵兆 那我從這些事情裡面看起來是不是 對北越來說 或是對歐洲來說 心裡多少會有一點毛毛的 好毛毛的 所以剛剛這個 這個輝文哥跟兵哥一講啦 北越 你不要亂啊 你不要不要過來 你過來萬一人家那麼多 所以我想北約或是歐洲國家 心裡也會有點毛毛的 否則他何必要跟這個 烏克蘭切得那麼清楚 我講難聽一點 我們回到之前的事情 如果波蘭真的覺得 打什麼核戰 普丁俗辣啦 戰機給 那你怕什麼 如果歐美真的覺得普丁不會打 也不敢打核戰 那你就給他戰機啊 給了以後說 好了那就到此為止 反正普丁也不敢打我 他又不敢跟北約為敵 他又不敢動用核武 我是在怕三個小朋友 對不對 所以你反過來推 有沒有可能 我不知道 觀眾朋友可以自己想 好 那為什麼戰爭會擴大到歐洲 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烏克蘭有點卡卡的 我還是要說 我們譴責侵略 我們反對戰爭 我們希望和平 但是普丁打烏克蘭這件事情 是由他的歷史背景的 當中是有人搞鬼的 是有國際政治利益關係在裡面的 沒有你想像中那種睡起來 今天好無聊 那不然出個兵打烏克蘭好了 不是這樣子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 這故事太長了 那會讓普丁痛下殺手 只有一個可能 就是烏克蘭不好打 而且他確實不好打 我所謂的不好打 並不是在於他的軍力差太多 烏克蘭太強了 一大堆神力女超人 不是今天有什麼阿嬤 什麼拿提倡槍幹嘛幹嘛 等等的 小女孩在路面幫忙做汽油彈 還是有大媽拿煙花瓜 去把俄羅斯的無人機打下來 不是因為這樣 不是因為烏克蘭太強 而是因為我很難打 為什麼我很難打 我們前兩天分析過啦 你都躲到城市裡面去打上戰 在那個制高點 平民大樓 我怎麼知道裡面有平民 我不能打 可是你就用你的標槍 用你的反坦克火箭 去打我的車啊 那我根本沒有辦法打你啊 我要打的話 就是你們全部一起死啊 不是嗎 所以來 包含這個俄國國家 敬衛軍的總司令 說是普京的媽吉啦 我那是什麼心腹啦 他說俄國在烏克蘭的軍事行動 確實不如政府原先預期的那樣迅速 那當然包含美國的一些退降 也說 這個就有點離譜了 他說俄軍大概在十天後會耗盡能源 然後美國的高層 國防部高層也說 這個俄軍開戰到現在 尚未取得烏克蘭全境的滯空權 還說這個俄羅斯在各戰線 都遭到烏克蘭軍隊的強烈反擊 這些新聞有真有假 但我認為他凸顯一件事情 不是俄羅斯太爛 而是俄羅斯很難打 很難打不是因為烏克蘭強 是因為現在打向戰 而且亞素營這些人 都拿平民當擋箭牌 不是嗎 對俄羅斯來說是很卡的 那現在這個情形 如果要繼續打下去 是不是就不管了 我就全部轟了 過去我們說基輔不能打 可是對不起 今天在基輔 已經出現了很多的 這個戰爭場景 尤其是這個 說基輔出現自殺式的無人機 說這裡面有一公斤的炸藥 填鋼珠的炸藥 那這個俄軍研判 專家研判俄羅斯 可能用這個無人機 開發空中擂場 就是飛過去 到你屋頂 或是飛進窗戶裡面 到建築物內部 它不見得要摧毀整棟大樓 但有這樣的新的戰爭方法 那安托諾夫機場 這是基輔的機場 基輔最大的飛機製造工廠 也遭飛彈擊中 然後在15號 在14號 通通在基輔的附近 都出現了 滿平凡的戰火情形 那基輔市長現在宣布 要實施宵禁 甚至傳出 俄軍未來48個小時 會猛攻 會猛攻 那很簡單嘛 為什麼要猛攻 大家記不記得 我炸你機場 就是不要 就是要斷烏克蘭軍援 結果柯比還嗆聲說 沒關係啊 你炸機場啊 我多的是辦法管道 把軍援繼續送到烏克蘭手上 所以這邊我要告訴你的是 是不是請教賴老師 對普丁來說 對俄軍來說 現在要打不是打不下來 但很難打 是不是真的有點受阻 有點卡住了 首先我先強調 因為這一次的戰場 目前來講 初步的戰場 是在烏東這個地區 對 那我們已經多次講了 烏東地區它是比較親俄的 那由於它比較親俄的 對俄國人來講的話 它必須要打得很謹慎 也就是盡量不讓平民百姓 受到傷亡 對 因為你如果擴大平民百姓的傷亡 原本親俄的會轉變成反俄 這個不是俄國人所要見到的 因為俄國人他希望最終 這個烏克蘭的這個地區 還是屬於親俄 所以我估計 我的估計俄國的戰略 應該是在於 烏克蘭以東這個部分 是做面的控制 然後烏克蘭以西是做點的摧毀 那點的摧毀 也就是說把烏克蘭以西這個部分 它的所有的軍事的設施 要塞啦 武器裝備啦 兵員啦 人員訓練中心等等 都用點狀的方法去打掉 全兩天去打機場嘛 打這個國際維和中心等等的 是 也就是說它是用點來摧毀 然後但是對烏東這個地區 它要用面的控制 所以你會看到它打得很謹慎 然後一個地方一個地方 它是主要先把這個居民 居民點也就是村落 一個一個地方把它收拾過來 為什麼呢 因為村落 烏軍比較不好藏匿 例如說你在一個農村裡面 然後這農村就是幾十戶人家 烏軍不好藏匿 他也沒有高樓大廈 他沒有 那因為俄軍目前來講 掌握絕大部分的滯空權 雖然沒有百分之一百 但是大部分的滯空權 都是在俄國的手中 那所以由空來支援 對地作戰的話 它可以緩步的一步一步往前推 那所以你才會看到說 赫爾松這個城市 因為它原來就比較親俄 所以它的市長 在第一時間就投降了嘛 所以你看赫爾松拿下來了以後 赫爾松傷害並不大 這個城保持得比較完整 但是它就往北推了 所以就把這整個州就拿下來了 這個是一個州 那馬里烏波夫那是頓列斯克州 可是頓列斯克州 它已經慢慢往南下打了 所以它把這個馬里烏波夫 把它圍住了 那現在克里米爾還加一個陸橋嘛 是 整個包圍 它把它讓它出海口 全部都圍住 圍住以後就切斷它的補級線 所以這個城市 因為它是比較大的港口城市 很漂亮的 很大規模的港口城市 因為比較富裕 比較繁榮 可是它把它圍住以後 你看它已經斷水斷糧 好幾天了 所以它在圍的這個過程中 它外面的全部都切斷 都切斷了以後 它的這個頓巴斯地區的 整個州都吃下來了 北部地方的話也一個一個 慢慢再吃下來 從這個卡爾可夫往南下 對 所以我覺得它打得很謹慎 很保守 但是並不表示說 二軍就沒有能力打仗 因為你一段時間還是會看到戰爆 就它又控制一個區了 又控制一個區 可是很明顯的它的包圍圈再縮小 對 也就是因為地內薄荷是這樣子一個突行嘛 對 所以它的北部包圍 東部南部這樣一直往回包圍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烏軍的長逆越來越困難 因為烏軍原本一個軍隊 應該是要守一個城的 那你守一個城 我們一般來講的傳統的做法 就是我會在這個城的外面的戰略要地 我部署很多的防禦陣線 然後阻擋你二軍的攻擊 然後我們兩軍在這個城市的外面的一個 一個戰略的一個制高點我們彼此之間交戰 我把你擊潰了我就贏了 可是你看在這一次的戰爭二十幾天 完全沒有發生這種現象 就是俄軍就直接進去了 幾乎沒有抵抗 就直接就進去了這個城裡面 然後就在城裡面發生那種像仗 所以就打得很慢 那這個代表什麼 這代表烏軍沒有做 把這個城市保護好的準備跟決心 也就是說我這個軍隊 我並不是把我的這個國家的城市 跟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維護好 我是把我的城市打開 然後我進入了我的城裡面來 因為進來我好打嘛 對 烏克蘭說我好打 我軍人就躲在住家裡面 所以也就是說變成烏克蘭的軍人 以民眾作為他的肉身的盾牌 對 在拿民宅當掩護 其實這個基本上來講 如果 但是因為現在西方的媒體一面倒 對 但是嚴格上來講這是很不厚道的 當然啦 以前美國在攻打伊拉克 或是攻打阿富汗的時候 尤其攻打伊拉克 伊拉克的軍隊 躲到機民點的時候呢 美國都會整個媒體 都會批評伊拉克的軍人 就慘無人道以人民作為人肉盾牌 所以您記不記得 那時候美伊戰爭的時候 就人肉盾牌每天登出來 對 然後美軍因為要減少自己的傷亡 最後就無差別的轟炸 對 那這個時候就造成了 很多平民百姓的死亡 但是他們會把責任 歸罪在這個伊拉克的軍隊 就是海山的軍隊慘無人道 以人民的肉身 作為它的人肉盾牌 對 沒錯 那其實現在烏軍採用的是 伊拉克的戰術 做一樣的事情啊 但是媒體是掌握在歐美的手中 所以他不會報導這個事情 對 你看絕對不會報導 他們有報導 可是他們說是人民自願上戰場 來幫助 來保護這個警慘的這個精銳部隊 是這樣報 有報 軍人要被手無寸鐵的人民保護 這個軍人的羞恥 軍人本來就應該要保護 手無寸鐵的披靡百姓 對 讓他們能夠安居樂業 應該要顛倒過來的 所以軍人本來應該是要構築陣地 陣線 對 然後或者是軍人 應該是要讓他的機動部隊 去捕捉俄軍的主力部隊 沒錯 產生埋葫戰 狙擊戰 遭遇戰 然後把他擊潰 把俄軍把他趕回去 也就是說你本來你烏軍 你應該是在俄軍開始入侵的時候 你在他的入侵的路線裡面 開始去攻擊他 切斷他的補擊線 然後讓俄軍大量的傷亡以後 倉皇而逃 然後把人民保護在城市裡面 對這個才是代表 老師這個說的太有道理了 這個才是代表偉大的烏軍 對 而不是說我把我的城裡面打開 然後讓這些俄軍 就是坦克就這樣一輛一輛接著來 然後就進入城裡面 然後我在城裡面打巷戰 然後就開始跟大家說 這個巷戰很好 你看現在美國的 這些國防部的助理部長 就是要台灣玩這個遊戲 對 他就是要台灣玩這個遊戲 你就可以知道 那為什麼要這樣玩 因為他用這個方法來耗損你的軍力 耗損你的軍力是對方的軍力 然後脫藏戰爭 因為如果能夠一直脫藏 然後用烏克蘭人的死 拖垮俄羅斯 這個對北約是 烏克蘭人最偉大的貢獻 當然大力多啊 最棒了 因為從此以後 俄國在歐洲是一個衰敗的 衰弱的國家 對 這個北約就更強大了 他就可以併吞更多的地方了 所以如果烏克蘭 能夠以烏克蘭的人的生命 去換得俄羅斯的絕對的衰敗 這個是烏克蘭人永遠要立在 這個北約的歷史的公碑裡面 同樣的道理 對美國人來講不也是 希望說用台灣人的死去 耗損中國大陸的衰敗 然後呢 這個台灣人就寫在 美國人的歷史的烘碑裡面 就是從此以後 東北亞地區 整個亞洲地區都是美國人的地盤 不是這樣的道理嗎 這個不對的嘛 我們人的生命財產 每個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 都是平等的 你跟我的價值都是一樣的 沒有說我的生命比較賤 你的生命就比較高尚 這不可以這樣子 那我個人是認為說 以目前來講 俄軍你看他圍住 留一個通道口 就是綠色通道 一直勸百姓走 他一直勸百姓走 然後你就會傳出百姓走離開 也不容易 有些是生活的問題 有些真的是有困難 但有些真的是沒有辦法走 那沒辦法走 你 俄軍就是說這是烏軍 那烏軍馬上會說這是俄軍 然後歐美的媒體 全部都會說成是俄軍 都是俄羅斯打的 對 但是我覺得只要稍微有一點點腦袋的人 綠色通道是俄國人開的 那我要打你我幹嘛還開 對 而且他那綠色通道開了很久 到目前為止你看 這三個國家的政府首腦 還可以搭火車到基輔去 那是代表走綠色通道去 這個通道還是通的 如果他們爭取的話確實 所以你可以了解 如果俄國人真的不幹的話 他就把它切掉了嘛 對啊 那為什麼要留一個通道 我都要宰了你 我還要你逃 所以掌握話語權很重要 真的 誰掌握媒體的權利 然後誰就 因為話是他在編 對 話是他在寫 然後我不是志願的 我也被你寫成志願 對 例如說我們看到經濟學人雜誌 最近有訪問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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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人跑到烏克蘭去打仗 你說那個那個British Lion是不是 然後他自己本身後悔 他認為就是被騙 他認為根本就是被騙 你像昨天有講超好笑的這個故事 就是230塊美元 然後呢 還要簽一個說 打到完 那就是終身嘛 那等於是賣在那個地方 那你想 你想這些新聞會被登成頭版嗎 不會 不會嘛 一定是 對 一個小格 對 一個小格 然後 我有平衡報導 我也有報導 這樣子就了事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 這個歐美的媒體 我覺得他們本身不負責任 他們對烏克蘭人也不負責任 對烏克蘭人的對歷史 事實真相的了解跟掌握 是很不負責任 他們完全是在宣傳 可是問題是死的是烏克蘭人 那是生命耶 當然我們是絕對反對侵略 我們是絕對反對 但是我的意思是在於說 這場悲劇是可以阻止的 可以讓他不發聲的 他可以不要發聲的 對 但是這些政治人物 怎麼就讓他發聲 那是奇心可惡 而且還巴不得他繼續發聲 千萬別停 所以我們就覺得 人性到底是善還是不善 真的 我們提到這個話語權 但是那個 進電視還沒正式開台 換三個董事長 換三個董事長 那第二個董事長當11天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話語權 這是最近NCC發的 唯一一張的新聞台的執照 然後發給進電視 然後弄成這樣子 話語權 就根本就還沒開 正式的開台 就已經鬧成這樣子了 但是中天的執照 是要被撤掉的 然後發給進電視 然後炒成這樣子 所以我剛剛代表是提到話語權 我實在非常的感慨 因為我們看到 所以你剛剛講說那個 從國際新聞 因為坦白講 你看現在這些西方媒體 你要怎麼去判斷它的真假 連美國的主流媒體 甚至連像英國的泰晤士報 不是像那個什麼太陽報 衛報那種小報 這各個西方的主流媒體 都已經在瞎掰在鬼扯了 新聞錯了就錯了 烏克蘭就根本不用談了 所以我今天看那個 俄羅斯的編輯說 我們的都是假新聞 那西方媒體都是真的嗎 這個昆仁哥稍等我一下 這個既然講到這個了 我今天準備一張電視想 來 先來看 然後再請昆仁哥來評論 是那個女人 奇怪我今天是怎樣 一下撞到椅子一下腳轉 快點電視想給我啊 這個這個 來就這個 我告訴你什麼是假新聞 剛剛哲倫斯基發布那個影片 標準的俄羅斯國防部 發布了假新聞 然後這個 說俄羅斯國營電視台的員工反戰 手持標語闖進新聞直播接抗議 就我現在在那邊有沒有 然後我們有一個人跑進來 跑進來支持817我愛塔綠班 1450萬歲 大概類似這樣 或者是跑進來 普丁瘋了 哲倫斯基好帥 我愛拜登 大概是這個感覺 差不多是這樣 然後說這個 這個第一頻道 有一名員工14號就這個 他闖進新聞直播間抗議 然後手持標語 正在主播方高呼譴責俄羅斯 在烏克蘭開戰的口號 那電視台5秒鐘 立刻把畫面切掉 那上面寫的是 No War 這看得懂嗎 阿庫卡丘 不會念 這是俄文 不會念 但No War我看得懂 OK 他上面寫的是 不要戰爭 停止戰爭 不要相信宣傳 他們在這裡對大家說謊 俄羅斯人民反對戰爭 所以這個編輯認為 他工作的電視台 在主播播新聞的同時 是在對俄羅斯 甚至全世界的人民 散佈假消息 OK 俄羅斯被指控 被自家員工指控 散佈假消息 好 俄羅斯獨立人權的 這個組織就表示 現在這個員工 可能會遭到起訴 那事實上呢 這個女員工 我也必須說她很勇敢 她有這個壯士斷腕 不成功變成人的決心 所以她在 這個她叫做 歐福西安妮可娃 名字蠻好聽的 她其實在 做這件事情之前 就已經自拍了一個影片 告訴你為什麼她要做 她說 我的父親是烏克蘭人 我的母親是俄羅斯人 那她覺得這兩個 都是我的國家 都是我的這個母國 那俄羅斯就是侵略國 入侵的責任就是 普丁的良心 他覺得自己這些年 替克里姆林宮做宣傳 感到羞愧 然後全世界都背棄他們 下時代的子孫 都無法擺脫這場 兄弟戰爭的恥辱 還喊話說 俄羅斯人去參加聚會 不要害怕 只有我們有能力 阻止這個瘋狂的行為 他等於是在有點在煽動俄羅斯國內反戰 甚至反普丁的情緒 OK好 俄羅斯有沒有做假新聞 有 我相信有 我認為有 甚至過去俄羅斯國防部的 這個發言人出來告訴你說 哎呀我們抓到了那個什麼 烏克蘭有生貿武器啊等等 部分針也許有部分是加油添醋嘛 有沒有 我認為有 你就告訴我全世界哪一個國家不做假新聞 對不起 中國大陸也有一些虛假消息 北韓從頭到尾都是假的 整個國家都是假的 你的生活都是假的 美國假新聞不夠多嗎 英國 德國 法國 沒有假新聞 全世界都有假新聞 為什麼有假新聞 因為政府用假新聞在洗腦 在控制人民 好 那我就請問在 烏俄戰爭的這場戰爭裡面 到底是俄羅斯的假新聞多 還是 歐美國家的假新聞多 過去包含什麼基輔幽靈 一個人幹掉一大堆飛機 通篇都是假的 然後還有好多什麼 什麼小朋友在幹嘛幹嘛 假的 還有一個什麼 小女孩在路邊大罵士兵 說是烏克蘭的小孩 丟小情侯 痛丟士兵 結果在沙漠裡面穿團袖 人家在那邊零度 零下 然後我們台灣的某作家 還要分享 你覺得他在說什麼呢 不知道配備台詞吧 假新聞 全部都是假的 都是戰爭宣傳 然後我盡量給大家看這篇文章 這是我們這個 這是網報 不是網報 這是什麼 周開網 周開網 周開網報的一個新聞 那他們也確實有找到這個 在白俄羅斯的留學生 各位仔細看 我認為這個留學生講得非常非常好 來 他說 我們這個標題叫做 烏俄戰爭的另類觀點 說西方觀點之外的俄烏戰爭 留學生說台灣的訊息 太片面 我們先來看 他怎麼說 他說 台灣人因為生存壓力而支持烏克蘭 這個留學生怎麼這麼懂事啊 生存壓力支持烏克蘭 這種情感的投射 我們可以理解 但對不起 來自俄羅斯 這個新聞採訪角度都不一樣啊 怎麼會這樣呢 他說 有幸存逃出的難民告訴記者 他們撤離的時候 是遭到後面的武力攻擊 從後面來合理猜測 是來自城裡的烏克蘭人 很有可能是極右派的武裝民兵 就是亞素營啦 這些白人至上主義啦 這些極端極右派分子做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不要讓你們離開嘛 要讓你們來當擋箭牌嘛 但是我在台灣看到的消息 卻沒有人做合理的懷疑查證 一口咬定就是 俄軍攻擊平民 來新聞在這邊 就是這條新聞 烏克蘭控俄軍朝基輔東北郊 撤離婦如開火七死 一樣朝婦如開火七死 還說二炮級血腥攻佔 這個馬里烏波爾 這個跟這個留學生得到的訊息 其實完全不一樣的喔 這個留學生說 我聽到的是 就是這個新聞裡面這些人 是我們在逃 我們想離開 但後面能跟我們開槍 我從城裡逃出來 城裡對我開槍 並不是外面喔 我們新聞報是說這些人逃出來之後 在路上被俄羅斯砲擊死掉 可是倖存下來的人 告訴台灣留學生 對不起 不是在路上被打 是我們跑出來 在後面被砲擊被槍擊 後面是哪裡 後面是烏克蘭的城鎮 城鎮裡面是誰 對不起 俄羅斯軍隊沒有進到城鎮 城鎮裡面都是烏克蘭的民兵 我想請問這是不是假新聞 這是不是假新聞 我覺得這個例子非常非常好啊 這標標準 你看我剛剛講了多少假新聞 俄羅斯有沒有 有啊 那這些是不是假新聞 當然也是啊 來我們請這個輝永哥繼續 對這個 但是我很詫異啊 就是說 當然也對這個在綠美控制下的 這些朋友們 所以現在在看單三廣節目的 可能要趕快按讚跟分架 因為利美這個控制太可怕 非常可怕 你看這個美國總統大選 是有多少美國的所謂專家 什麼CIA的退休的高官啊 什麼參謀所長聯席會議的 什麼退休的將領什麼的 在學術期刊 甚至出書在寫啊 說川普跟拜登交界的時候 川普會開戰啊 川普會打誰什麼的 會怎麼樣啊 那個什麼 我問你哪一個發生啊 沒有一件發生啊 但是人家書都賣完了 然後這個什麼期刊也都印完了 這些東西都假的 這個之前我們在談這個核四的時候 有這個反核的朋友講說 比利時蓋了一條太陽能高速公路 我們蓋核四幹嘛 人家一條太陽能高速公路的墊 就跟核四一樣啊 人家來花6億 我們要花3000多億 我們是XX 很多人按讚啊 對啊 那我們為什麼要蓋核 我們蓋太陽能高速公路就好了啊 太棒了 結果它一年的墊 大概是核四一個多小時的墊了 你到底是在幹嘛啊 大家看得如痴如醉說 那我們真的是太笨了 我們幹嘛去蓋核四 還好我們就蓋365乘於24條公路就好了 都是太陽能這樣子 全部就是剛好一年可以用啊 那這樣王美花就不用煩惱缺電了 一天到晚都有電 哎我的天啊 都是假的 所以剛剛登山王準備這個非常好 但是這一個編輯 因為他自己的那個自擺的影片 他說當初克里米亞的時候 他也是點點啊 克里米亞不是烏克蘭的嗎 你爸不是烏克蘭人嗎 所以當然你看他的項鍊 他的項鍊是俄羅斯的國旗 跟烏克蘭的國旗有沒有 對這是這個是俄羅斯 這個是烏克蘭 對對對 他是說這個烏克蘭跟烏克蘭 就跟我的項鍊一樣 對對對 他特別強烈 那我不是說要去幫他洗牌 就是說大家要看清楚 剛剛當成廣長非常好 俄國的官媒有沒有假新聞 顯然是有 那烏克蘭呢 那美國西方那我們自己呢 我們這個洗腦的 所以拜託大家 就是說我們應該去把這些 被洗腦洗到 一定要一定修誇 甚至還有人 像蘇貞昌跟這個 蔣萬元在立法院的時候 還有人在幫蘇貞昌 說要看得好 就覺得他是覺得 那當然我也必須講說 有一些很奇怪的 這個網紅 因為他是在網路有影片 因為我看到標題我被騙 他說蘇貞昌被蔣萬元痛載 我想怎麼跟我看得完全不一樣 蘇貞昌被痛載 被痛人 他標題就寫痛載 我就按下去了 那按下去不是什麼 色情網站 那就是一個影片 他把他剪接成就是 蘇貞昌被電這樣子 他也能夠扭曲到這個地步 對 我講的就是比特王 他能夠把新聞剪成這樣子 那真的是剪得好啊 他就把蘇貞昌電他都把他剪掉 都是 這是討好他的觀眾群嘛 但是我覺得還是呈現事實很重要 你那個根本是扭曲嘛 你那扭曲他看得 那如果只看他的人說 哇 蘇貞昌被電得好慘 事實上是蔣萬元被電啊 還是呈現事實好一些 對啦 你就 整段放嘛 對 你就整段放嘛 你把完整的他那個質詢過程 從為什麼一開始蘇貞昌被激怒 然後開始罵他什麼主婦什麼的 那蘇貞昌也電他 他說我被騙了去當兩年兵啊 那蘇貞昌將軍他應該說 蔣萬元那你當幾天 你說我當兩年兵 我是當兩年兵 你還當14天而已啊 這個我今天遇到于北城啊 于將軍啊 你還會跟他講話啊 有台啊 在有台遇到 他當了32年的兵啊 他從15歲當兵當了少將退役 然後謝榮介是當了3年的海陸啊 所以我是補充啊 我說這些新聞怎麼 我們大家看全貌 那單身廣把它整理出來非常好 謝謝問哥